已经在生命电视台 上重下词长老 那这位法师 这位同学 大家下午好 我今天这个题目叫做福德资粮 首先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资粮 那资粮就是资金加粮食 那我用的资料是 运顺导师 佛在人间 他有这么一句话 那他解释什么叫做资粮 那像我们旅行的时候 在还没有开始旅行之前 我们必须先准备这个资具 粮食 甚至舟车 比如说就是交通工具 那这些都算是资粮 那我们发心学佛 那也一定要有资粮 那不然的话是不会成就的 那资粮的白话文叫做什么 如果要用台语来讲 什么叫做资粮 你们讲的好文言 我的讲法是叫做 叫做本级 这样子比较白话 因为我讲课我比较喜欢用白话文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佛典的这个博大精深 那有时候这个名相太多的话 现代人不容易了解 所以我一向就是努力的方向就是希望把它用白话一点来说明 好那什么东西都要需要资粮 那如果是求生西方净土 那会需要什么样的资粮 这边这个是阿弥陀经 我们网课经常会送到的 那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资粮 那我们来看看 因为这里是玄奘寺 那我们就以玄奘大师的经验来看看 玄奘大师西天取经 他有准备了哪些资粮 这个是在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的一段文 如果我们要具体一点讲时间的话 这个是贞观二年 就是公元628年 那玄奘大师一个人走在沙漠里面 那这个时候已经是过了烽火台 他五座烽火台 他过了第一座跟第三座还是第四座 我忘掉 好像第一座跟第四座烽火台 然后他就走到这个沙漠里面 因为要避开第五座 第五座烽火台 据说在那边把关的人 这个个性脾气不太好 所以前面的人告诉前面的第四座的人 叫他说要避开这个第五座 那他就走在沙漠里面 走了把鱼里湿到就是他迷失的方向 那密野马泉 因为沙漠里面 那边最需要的是什么 水 所以他要去找野马泉 要去补充这个水 但是他找不到 因为他迷路了 好 那他就把随身 这个喝水的水袋 这个拿出来 但是这个袋子很重 这个水袋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个是在第四座烽火台的 那个把关的那一个叫王伯龙送他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袋子 装水的 那但是因为这个袋子太重了 结果怎么样呢 失守复之 千里行之 一朝失庆 这个走千里 他就是要 真靠地靠这袋的水 结果呢 这个一不小心 把整个水袋都打翻了 怎么样呢 水都流光了 那所以这个千里行之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千里行之 这个就是他的资粮 水就是他的资粮 那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玄奘大师他一开始 这个在沙漠里面的时候 他其实他是资粮不足的 我们如果现在用 现代的眼光来看的话 如果是你要去走沙漠的话 你会不会把所有的水 都装在一个袋子里面呢 我想你大概会准备两个三个嘛 万一要是掉了 要是打翻了一个 至少还有还有一个幽门 还可以保命嘛 那结果他把整袋的水 全部都打翻了 那结果呢 四夜五天 无一滴沾吼 他是五天四夜 一滴水都没有喝到 口腹干焦 即将运绝 那最后 后来因为他就 向观世音菩萨祷告 那后来半夜的时候 那有凉风 他本来这个已经走不动了 都倒在地上了 那半夜的时候凉风吹来 那有一个好像是金甲神 来告诉他说 你怎么还在这里 还停留在这边 你又赶快赶路啊 那因为有凉风吹拂 那所以人跟马 都是得到一点点休息 然后他就又继续上路 那结果就半夜的时候 就找到水源了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玄奘大师一开始 他其实是质量不足的 就是只靠那一袋水 那那一袋水 这个没有的话 那就糟糕了 那等他走出这个沙漠 就是过没几天 等他走出沙漠之后呢 他遇到了高昌王菊文泰 那高昌王菊文泰 非常喜欢玄奘大师 那一直希望把玄奘大师 留在高昌国 那甚至把就是 最后玄奘大师 被他逼不得已 最后就是不吃东西 那就想说 你不让我去西天取经 那你只能够把我的身体留住 你不能把我的精神留住 所以他就用这样的绝招 那三天后 这个好像气 这个也是没力气了 那高昌王赶快这个 这个就是答应让他去西天取经 好 那高昌王呢 跟他结拜为兄弟 那甚至呢 就是这个 跟他讲说 如果将来 大师你要 你要成佛之前 我愿意像 贫婆梭罗网一样 护持你 那他甚至已经约定到了 两个人的这个 生生世世的约定 约定要到将来 玄奘大师要成佛前的那一事 有这样的约定 那高昌王呢 为法师度世沙咪 这个沙咪 你想大概是几岁呢 七岁 十岁 十五岁 我们如果用猜测的话 这个不可能是太年轻的 因为他们这四位沙咪是要陪伴 玄奘大师到西天取经的 所以一定是可能是年轻力壮 那能够保护玄奘大师 能够帮他提醒你 帮他准备东西的 好 那这个以冲己事 就是当他的事责 制法服三十具 那准备很多衣服 因为这个一路上还要再经过雪山 那这个会很冷 西土多寒 又照面衣手衣 什么叫做面衣呢 面具 面具 可能 但是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各位脸上 现在戴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 有可能是口罩 至少遮着脸 因为非常冷的天气 所以脸上需要有一些保护 那我想最少应该是口罩 或者是可以蒙面 但是眼睛不能看不到 不然他怎么走路 所以我觉得比较像是口罩 那手衣 什么是手衣 手套 这个就比较容易依此类推 靴袜等个术室 所以就是帮他设想的非常周到 他这一路去所需要用到的东西 高昌网全部帮他都打点好了 那更厉害的还在后面 黄金一百两 银钱三万 零级卷等五百匹 够多少年用呢 二十年 去跟回来二十年够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 他这个资粮在这边 他才算是正式的补充到了 不然他选上 他是一个人 这个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个一个人走在沙漠里面的时候 他身上是 第一个他是一个人 第二个他是 但是没多少东西 所以他的资具 他的资量其实一开始是准备不够的 所以历史学家汤用彤他就讲说 玄奘大师到西天取经能够成功 这是绝对的关键 就是说他遇到高昌网这个大护法 帮他准备了这么多的资量 他才有办法去了再回来 不然的话很多人就是呢 这个沙漠里面 玄奘大师走在沙漠里面 他靠的是什么路标呢 他有没有像今天我们这种路上的路标 这个从这边去大概几公里 当然是没有 那他靠的路标是什么呢 死尸 对 死人的骨头 很多人走着走着 走不到了就死在半路上 他是用死人的骨头 当作是他的路标在走 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困难度 那现在是一个团队 对啦现在变成一个旅行团队了嘛 那又有钱又有人 那又有物资 那这样浩浩荡荡 那他 所以玄奘大师能够西天取经能够成功 这个高昌网绝对是功不可没 那但是呢 玄奘大师认识高昌网才几天呢 他停留在高昌国 前后大概一个月左右 那一个月的时间让 让他这个大护法出现 然后提供他这个这么多的 这个资财 资粮 那所以可以想象 玄奘大师可能上辈子啦 这个福报大概修得很够 那另外呢 其实西天取经广义的资粮呢 可能他要先把范围学好 去了才知道怎么跟人家沟通 他可能要事先把身体练好 把心理准备好 比如说这个沙漠的时候是要耐热 耐口渴 那渡大雪山的时候要耐冷 还要耐重 玄奘大师背着很多经典回来 他要他是耐重 还有耐孤独 那还有他西天他出发之前呢 他其实他在这个中国境内在靠边界这个地方呢 他有人请他讲经 他就很欢喜的去跟人家结缘 那结果来听经的是谁呢 可能都是有一些商旅的这些商人 那这些商人呢 他们要从中途要回到这个西天去的时候 回印度的时候 这些人帮玄奘大师做了广告 在玄奘大师还没有 还没有人还没有去之前呢 那已经有这些听过他讲经的人 回到印度去帮他广告说 啊 有一个中国和尚 那要来我们这边取经 所以这一些也是这个人脉关系 也是他的资粮 不然他一路去的时候 他路上不一定会那么顺利 因为那边都已经有人帮他打广告打好了 所以呢这个广义的资粮 这个不是只有上辈子的事情 好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 既然是福德资粮 那我们就是需要考思考的一个重点 就是怎么样的这个福慧双修 那我想提一个问题 这个是修慧 或者说如果说是开悟之后 是不是这个福就不用再修了 这个修福是不是只是为了只是一个资粮 只是为了要开悟 那所以我需要这些福报 那如果我开悟了 这些福报就好像是这个过河不虚舟 河流都已经过了 我就不需要这条船了吗 那我这边的一个进一步的再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修福是不是比较次等 就是说修福跟修慧比较起来 修福是不是比较次等 那修福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桥梁吗 那这边我们先或许各位你可以想一想 那我们也不一定有标准答案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我们想要举一些例子 那波斯尼王他怎么样修福 那这个是用《真意亚含经》的一个地主品里面的第一经 那有这样的一个记载 那波斯尼王他听佛陀说法之后呢 那他非常高兴 那他就讲说 为愿世尊受我三月请 什么叫做三月请呢 请佛陀去供养三个月 那这三个月是什么呢 结下安居 大家都很有概念 这个我在台北讲的时候 一问大家都不清楚 还是我们出家中比较有这个概念 雨季到了 那所以佛陀要结下安居 那这个波斯尼王就去 就先去跟佛陀约定好 那佛陀你不要到 你结下安居 你不用去别的地方 你就在我这边结下安居就好了 那我请您还有这个 比丘生 那来供养 那不要到别的地方 四十四尊默然 受波斯尼请 这个四尊默然 默然许可 这个 我以前在佛学院的时候 有一次我就 我们读这个经文 那有一次我就举手 那佛陀这个答应人家的时候 那怎么都是默然呢 那到底 这个如果是今天 如果是各位佛陀来了 那你要请佛陀来 佛陀今天您来了 是不是可以我供养 明天这个佛陀午餐我供养 那佛陀要是不答 没有回答的话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 他有同意呢 那或者是说 有人打电话来说 这个 来问知课生 说 这个 我们明天要来供养 那知课生可以默然吗 所以 这个是 这个印度的习惯 所以可能他们有那样的默契 但是如果像这个 这个方式的话 可能 在 在我们这边的话 这个默然 有时候就是会让人比较不清楚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 世尊都已经接受了 所以 这个波斯尼王就怎么样呢 他就回到色位城 那 他就去告诉他的 这个 诸位大臣们 我要请 无欲泛佛 及彼秋生 三月供养 己所需物 如等亦发 亦当发 欢喜心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请他的大臣们 一起来 成就这件事情 那如果我们要 今天 要用比较世俗的话 讲起来 这个叫做什么呢 功乡圣举 这是很文雅的说法 那我们可以讲说 这个叫做 功臣转包 他去 波斯尼王去 去标一个工程 三个月 三个月的供养 那这个可能 这个也需要准备很多东西 那结果他不是一个人承担 那他就让他的大臣们 一起来参加 所以他就是回去做这样的宣布 如等亦当发欢喜心 那不过我想如果他的大臣们如果是佛教徒的话 应该是会很开心 能够有共佛的机会 这个真是千载难逢 后来就是结下安居 那波斯尼王跟他的这个工人 这种种他一家老小 那守自行使 供给所需 他们就亲自去 这个供养这个食物给佛陀跟这个生团 三个月都没有什么欠缺 三个月之后 波斯尼王跟佛陀讲说 我曾从佛文以因缘本末 这个本末看起好像没什么 但是我去查字典 竟然这个是有一个巴黎文 这个是伊迪弗塔卡 这个本末 这个就是过去生的因缘 那所以这个是因缘本末 那就是说波斯尼王说 佛陀我曾经听你说过 这个很多因缘故事 如果这个布施 如果是布施给畜生的话 这个祸福百倍 然后当然这个就是 以下就是以此类推 如果是把食物给这个饭界的人吃的话 这个福报是千倍 那如果是给持戒的人的话 是万倍 那当然这个矿妇布施给得阿罗汉道 那这个不知道多少倍 然后甚至今天供养到佛陀跟整个生团 哇那这个祈福功德不可称计 这个没有办法去计算的这个福报 所以呢波斯尼王就讲了这句话 我今所作功德今日已办 这个要是这个就是说我这辈子要做的功德呢 这一次我怎么样呢 我躺起来了 我以后就是就反正就意思是得意洋洋了 我今天已经供养到佛陀了 我这个心满意足了 我这辈子功德应该够了 那这个就好像印度版的梁武帝 那梁武帝呢 他见了这个达摩祖师 那也问他说这个我做了很多供养 那我这个功德有多少功德 那所以不是中国有这个梁武帝 那这个印度也有这个印度版的梁武帝 佛陀怎么回答呢 佛陀回答多 我回答说大王莫作是说 我所作福佑今日已办 你不要说你已经弹起来了 那大王当作是说 我今身口意所作重行 尽求解脱 不求再生死 那我给他补了两个字 食其福业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 你是这样的发愿的话呢 那便于生死长业 安稳无量 意思是说我想佛陀这个意思 应该是教他说 你虽然做了这么大的供养 但是你那个 你这个功德回向的这个地方 你不要回向错 不要回向错误 那你要回向这个 尽求解脱 不是为了要将来 在生死当中去享受 你这辈子所累积的这个福报 这个时候波斯尼王怎么样回答呢 他便怀恐惧 一毛皆数 什么叫一毛皆数 是鸡皮疙瘩 因为太紧张 心怀恐惧 因为他有恐惧感 那为什么佛陀讲这句 波斯尼王要有恐惧感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甚至悲弃交集 以首问泪 一边擦眼泪 一边鼎礼佛陀 一边的忏悔 自成过状 就是在那边忏悔 唯愿世尊受我悔过 五体投地 改以往之师 更不照此言教 唯愿世尊受我悔过 我们想要问的是 才 波斯尼王也没讲 什么 什么 太 好像太错误的事情 那为什么需要 这么样的紧张 那 怎么样 这么样的忏悔呢 我用殷孙导师 成佛之道里面的一句话 那就是 不论布施的福报 怎样广大 都不如慈戒 如果你没有慈戒的话 那你布施非常大 那将来呢 连人生都不可得 只能够在旁生 旁生是什么呢 畜生道 或者是恶鬼道 或者是阿修罗道当中呢 去想吃福 前途万分危险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波斯尼王他只有布施 他没有慈戒的话 那将来这个前途万分危险 因为他没有想到更高的一个目标 他没有想到解脱 所以他的这个将来布施的福报 很可能只是在三二道当中想吃福 什么叫做想吃福 就是毛小孩 但是毛小孩还不是别的地方 就是一般路上看到的毛小孩 可能是住在地堡的毛小孩 地堡 地堡听说一个房子好像要 一来一去 那你可以想像住在那样的地方的毛小孩 上辈子修的福报 恐怕都是比很多很多人还要大 但是可能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 如果他没有慈戒的话 那他那样的福报 就只能够在这个旁生当中去想吃福 好 那我们再看中华罕的一百七十经 这一经叫做鹦鹉经 那佛陀去设位城起实 那他有一个人叫做鹦鹉摩纳都体子 这个名字很长 那其实他的名字应该是鹦鹉 鹦鹉摩纳就是年轻人 然后都体子就是都体的儿子 所以古时候的人或者印度人 他们的名字就是 就比较复杂 结构比较复杂一点 好 那佛陀去的时候 这个鹦鹉摩纳 这个年轻人 摩纳是年轻人 所以这个年轻人鹦鹉呢 他出去 那不在家里面 但是他们家有一只白狗 那在大床上 那这个大床呢 其实是也不一定是我们概念当中的床 这个佛经里面的床座 那其实它是椅子的意思 所以这只狗呢 坐在一个大椅子上面 那他吃他的食物 他的食物装在什么呢 装在金盘 用黄金的盘子在吃 这只狗啦 吃他的狗食 是在黄金的盘子里面吃 那这个狗看到佛来了 那就望望了 那真是好大大 竟敢佛来了 他竟敢这个狗竟敢 竟敢对佛陀不礼貌 那佛陀就告诉这个白狗 你不应该这样子 你是从底自废 所以这一经 这个四个字 这个是一个重点 什么叫做底呢 废我们当然知道 那底 如果我们用白话语来讲 就是诽谤的意思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白狗听了就很生气 白狗听得懂佛陀的话 那他就从这个大床上面 大的椅子上面 那就跑到外面去 蹲在那个树底下 幽七丑卧 就躺在那边 那英文摩娜回来以后呢 看到他的狗怎么 好像很闷闷不乐 那他就问他的家人说 谁惹我的狗生气 那当然他的家人就告诉他了 那所以英文摩娜就到佛陀那边去 那他就去兴师问罪 那这个 这个狗很 很大大 这个英文摩娜也是很大大 他就想去跟佛陀这个理论 那为什么 你今天是不是来我家起死 那为什么惹得 惹得我的狗那么生气 那最后讲了一讲 最后英文摩娜问了一句 这个白狗前世是我的什么人 他也 他也很 很有慧根 知道说佛陀知道前身后世 所以他就趁这个机会 问一下佛陀 那佛陀就 叫他不要问 三次 然后他又问了三次 所以就是说他问三次 佛陀拒绝三次 但是三次之后呢 他还是想知道 那佛陀就跟他讲说 辱智再三问我不止 摩娜当之比白狗等于前世时 即是辱父明都提也 我叫你不要问 你就苦苦一直逼着我要问 好 那我告诉你吧 白狗是你的父亲 那这个英文摩娜听的话 哇 那更加的生气的 那又开始 开始在骂佛陀 然后他就 最后他讲说 我父亲呢 他过去生了大型布施 那这个做灾戒 然后生坏命中 应该是生到梵天去 他们应该是婆罗门教 或者是这个 就是传统的婆罗门教徒 那为什么呢 做这些大布施的人呢 怎么会生在这个下见狗当中呢 那这个佛陀回答 辱父都提以此增上慢 所以生下见狗中 因为意思就是说 因为他自己修了很大的功德 所以呢 他就看就是看别人看不起 认为自己功德福报很大 修得很大 那所以就经常的骂别人 经常去诽谤别人 所以为什么叫做从底自废 这个故事很有趣 因为佛陀就问他说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回去用三件事情 来证明说这个白狗是你的父亲 第一个白狗在 现在在门外在那边生气 树底下生气嘛 你就跟他讲说 如果你是我父亲 请你回到那张椅子上面去坐 那如果你是父亲 你是我父亲 请你在这个金盘子里面吃你的食物 好 这个第二个 这个还比较简单 第三个比较难呢 如果你是我父亲 请你告诉我 你把财产藏在哪里 结果白狗就去 那个椅子底下去挖 就真的把财产挖出来了 那所以这个 这个英武摩纳心服口服 就回去跟佛陀说 谢谢你 所以呢 但是这样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说 的确这个 这个都体 这个英武摩纳的父亲 就是因为福报修太大 结果这个瞧不起人 才会从底自废 从过去生的底到今天到今生的废 所以从底自废 四个字 但是他就讲了一个过去生 跟现在生的这个事情 我发现好像可能我们汉传佛教 有些人不太喜欢福报 有人讲 其实这个也不是只有汉传佛教这样子 就是富贵逼人 福报可怕 比如说像赖扎和罗 赖扎和罗 赖扎和罗 他是这个马明尊者的一个 他的一个故事 赖扎和罗 他是印度的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 那他后来跟佛陀出家 那后来他回到他的国内 那他父母亲希望他还属 就把家里面财产拿出来 然后就 然后把一些美女叫出来 那就说 那你要还属 来享受人生 那这个 这是赖扎和罗尊者的故事 那马明尊者把这个故事 把它编成戏曲 但是呢 后来这个戏曲 被国王禁演 因为演了以后 这有五百位王子 跟很多市民就出家了 那这个国王很怕说 那这个他底下就没有人 没有什么人 所以就禁止演赖扎和罗 那这个赖扎和罗经里面 就有这样的记载 那尊者回到家里面去的时候 那他的母亲 就要他来这个还属 那他就回 他就跟他的父母亲讲说 我想劝爸爸妈妈一件事情 那他的父母亲当然就很开心 那好 你讲什么 我们接受 那赖扎和罗呢 他就讲说 把我们家的这些财宝 用麻袋装好 装到车上 然后载到恒河水 看哪里水比较深呢 就往里面丢 那为什么呢 那这个财 我们家财富这么多呢 这个令人很担忧 恐怕这个县官盗贼水火 或恐怨家 有敌人 会来要来抢 所以这样子 会比较平安 那家里面这么多钱太危险了 所以这个就是富贵逼人 财富可怕 那中国版的有庞居士 据说也有类似这样的故事 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 那英顺导师在华语集里面这样提到 求福报应该是没有满足的时候 如果有福报的话 那生活没有问题 那都跟众生有缘 别人愿意帮助他 有福报的人不论是自修 或者是要度人 都是很容易的事 好 那如果没有福报呢 他就必须要为生活苦恼 那他也遇不到善知识 那不但没有办法度众生 自己的修行都不容易 那甚至想要开悟 没有福报的话 是开不了悟的 所以英顺导师说 大圣法是尊重福德的 我们来看英顺导师怎么样修福报 道元长老曾经问英顺导师 你是重学问重智慧 为什么你盖一个道场 要叫做福言精色 那英顺导师的回答 福德因缘不足 智慧也难得成就 那他说他研究佛法 成就有限 就是因为他的福报不够 那道元长老可能在座很多人都知道 那道元长老 这个英顺导师称呼他叫做 蒋经法师中道元长老第一 因为他们曾经一起去泰国 参加过这个卫塞节的一个庆典 那也是英顺导师六十几岁的时候 本来生了一场大病 那去动手术 那结果呢 这个手术之后呢 就是一直没有好转 那那最后 他就是已经都开始 遗嘱都写好了 就不准备医了 就准备就这样子要 就是要舍抱了 那你同意英顺导师说 结果呢 是道元长老来病房 来劝英顺导师说 再动一次刀 那因为道元长老的口才相当好 那说服的让英顺导师不得不接受 所以他才接受再动第二次刀 那也因为这样子 他后来才活到才能活到一百岁 不然他六十几岁的时候 那就几乎就是要舍抱了 那你同意英顺导师说他自己没有福报吗 那有人说他一来台湾 然后就是在善导师当住持 然后又盖了福岩金色 然后又在台北也有会日讲堂 好像说他福报大的不得了 那我们来看他自己怎么说 他说他出生于农村家庭不富裕 所以这个第一个没有福报 因为家里面不富裕 第二个他的学业呢 他是高等小学毕业 高等小学是我们现在大概是什么程度呢 大概国中初中的程度 那因为家里面经济所限 他就没有办法继续读书了 那后来出家了 他去闽南佛学院去念书 那去的时候呢是二月 结果呢读了几个月 读了三个月 到五月就病倒了 从此就没有再受佛学院的正式教育 所以这个又是没有福报 不然佛学院只能够读三个月 然后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一生多病 肠胃的消化吸收不良 甚至一再的虚脱修课 自己以为只是衰弱 没想到是有严重的肺结核 好 这是总结 求学不能长期的接受教育 自修又常被病魔所困 这不都是没有福报的证明吗 所以这是他说他的情况 但是欠求福报怎么办呢 他说服务员不足 无可奈何 但是只有凭着坚定的意愿 不自量力的勉励而行 我们在佛学院的时候也听到师长这样讲 他说我们很多出家众喜欢去国外去禅修 去东南亚缅甸去禅修 那如果修不上去的时候呢 那怎么样 就不要在那边撑了 赶快回来培养福报 不然如果只是在那边撑的话 那只是在那边消耗福报 那如果修不上去很可能是福报不够 所以赶快回来培养福报 所以这个是欠缺福报的一个处理方法 那修福的案例 佛陀怎么样修福报呢 佛陀在《真意亚含经》里面 用慈心慈心观来修福报 那佛陀告诉朱比丘 如等莫为福报 这个比丘你们不要怕福报 你们要怕什么呢 怕没有福报 所以这个是佛陀在《真意亚含经》里面 明确地告诉我们的 那他就自己说他自己的经验 他修福报他是怎么修呢 七年当中修慈心慈心观 事无量心 那因为这七年的修事无量心 所以后来他身为大梵天王 他身为第四天 他身为转门圣王 那所以他说这个 作福莫眷当为无福 另外佛陀一个修福报的案例 服务并生 阿纳律尊者眼根败坏 那他要缝他的生衣的时候 他怎么样呢 他有没有用天脸通去穿真引线呢 没有 他就用凡常之法缝衣服 但是呢 线穿不过去嘛 所以他就这样想 诸世间 如果谁想要得阿罗汉的话 那请你来帮我贯针 来帮我穿针 那结果呢 谁来帮他穿针呢 佛陀 阿纳律尊者就跟佛陀讲说 我刚刚讲的是说 世间想要求福报的人 请你来帮我穿针 那为什么是佛陀来了 佛陀已经成佛了 不需要福报了 那佛陀回答说 世间求福之人 无负过我 所以用这一段引文 我们来证明说 其实这个福报 并不是只是为了要开悟做准备 那开悟之后还是要照样修福报 你同不同意这句话 同意 英顺导师在华语集里面讲的 小圣人尊重智慧 所以 他的目标都是要开悟 了生死 得解脱 所以他们的修行 重视戒定慧 但是戒定慧里面 你找不到布施这一项 找不到布施这一项 你也可以从三十七道品里面 三四二五二五七跟八 这三十七道品里面 找不到有一个叫做布施 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 有证得阿罗汉国 也不免生活艰苦 或是生病了 连药也得不到 所以 你还同意这句吗 我们继续往下看 对了 所以 英顺导师说 他常听人这样讲 但是他觉得事实上不如此 阿罗汉也有没有饭吃的时候 因为他福报不够 比如说 大白象的故事 这是大白象 这是泰国 那这个国王的照片 可能在这个游行当中 这个应该是前一次的泰王 那他出 出巡的时候 是这个大白象 好 那英文里面有一个名词 叫做白象 那这个白象呢 他这个是 这个维基百科 就讲这个 这个白象 这一个语词的由来 他说这个 泰国国王 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事情 泰国国王呢 他会把白象送给谁呢 送给他不喜欢的人 好奇怪喔 白象不是很吉祥吗 这个代表王位 这个很尊贵 那为什么泰国国王 要把白象送给他不喜欢的大臣呢 因为白象很浪费 食料 很浪费福报 对 没错 他不喜欢你 然后他送给你 然后你又不好意思 不好好照顾 照顾死了 这个怎么 怎么跟国王交代呢 结果为了要照顾 这一只白象呢 你要请家荡产 他把你吃的破产 所以这个泰国国王实在 好狠 出狠招 所以呢 这个维基百科这样讲 现代用法当中 白象指那些消耗庞大资源 却无用或无价值的东西 或者是公共设施 如果说政府做了一些 这个花了很多钱 我们都说蚊子管 但是其实不如这个白象工程 来得更贴切一点 蚊子蚊子管可能没那么 没像白象工程这么样的 这就是消耗那么大的这个资源 那这个白象工程可以看得出来 好 那殷顺导师说故事里面有一个 阿罗汉托波看到这个 没有得到食物 经过这个象旧的时候呢 那看到国王心爱的白象 披满阴落 那阿罗汉就开口 你不如我 我也不如你 这么一句话 白象听了 不吃东西 相师赶快去报告 怕白象死掉 那国王就把阿罗汉请来 你到底念了什么奏 让我的相不吃东西 那当然阿罗汉就说姻缘 那个姻缘本末 我跟白象前生是佛法中的同学 可能两个人都是出家人 我专门修复智慧 那但是我不修复 所以呢 我今天脱波饿着肚子回来 那他呢 全身大修福报 不修智慧 不持戒律 所以这个是重点 那堕在畜生当中 受到大王的供养 所以呢 他讲说我不如你 你也不如我 所以呢 我们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理路弄清楚 才知道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刚刚讲到说 这个怎么样福慧双修 修福跟修慧 是真的是一刀切 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在修福 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是在修慧 是这样的这个 这样切得很清楚的一个 有两种不同的修行吗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重点 这个南传有一个十波罗蜜的讲法 北传也有 但是十波罗蜜的具体的内容 那南北传不太一样 那不管是十 南传的十波罗蜜 或者是六 这个北传的十波罗蜜 那他都可以是收摄成为六波罗蜜 其实他都是在六波罗蜜上面 把他讲的比较细一点 那这边我想提出四个字 就是修福跟修慧的关系 叫做相依相摄 这个在成佛之道里面 那英顺导师在讲说 这个有五圣共法 有这个大圣不共法 他讲说 依上能摄下 依下能起上 就是上跟下的关系 就是你有五圣 然后才能够 五圣的基础 然后就是最后是一大圣 那你有 从上面往下来看的话 上面是一圣 但是呢 其实最后底下是有五圣的基础 就是相依跟相摄的关系 所以这四个字 我觉得 英顺导师他用四个字 很简洁的四个字 但是他讲的是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意思是说 这个十波罗蜜 或者是六波罗蜜 也要相依相摄来修 我们修布施的时候 不能够只有 只是这个 这个就是布施 布施跟其他的九项 都没有关联 那慈戒的时候 就只有慈戒在修 那就跟其他没有关联 真正的布施 如果你没有慈戒的话 这个布施的功德是有限的 甚至像刚刚所举的那些例子 不管是那只白狗 或者是白象 他们可能布施做得很够 但是他们没有慈戒 所以这个是相依相摄的关系 他布施但是他没有 从布施延展到慈戒 那慈戒光只是慈戒 光秃秃的慈戒也不够 如果没有慈戒 如果没有建立在出离心上面 需要有出离心 我们才有办法 真正的慈戒跟布施 如果没有出离心 你那个布施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 布施了之后 他会怎么样 他会后悔 他提醒一百万的机票来 给师傅 过几天啊 他想想的 晚上睡不着 买了来跟师傅说 师傅那张是不是可以显摇 是不是 这个例子 我们其实并不是不常听到 我们听过有这样的例子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他会 这个布施之后他会后悔呢 因为他没有出离心 他如果今天有出离心 我希望透过这个布施 能够让我处理我的贪嗔之烦恼 那他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他布施之后 他就不太可能会去后悔 所以这个为什么讲说 这个每一项波罗蜜 你不能够单一的来修 你是要相依相色的来修 那慈戒也不能够以慈戒为主 因为有的人慈戒 是听到说 慈戒将来可以 慈五戒 将来可以生仁天 为了将来来生的果报 那结果呢 他没有出离心 他还是想在这个三戒当中 去享受快乐 所以为什么慈戒需要有出离 好 那有出离心 那怎么样能够升起出离心呢 他需要智慧 所以这个都是一连串下来的 他都是相依相色的 你知道你有具足智慧 你知道说这个布施的好处是什么 慈戒的好处是什么 为什么要出 为什么要有出离心 你有这些智慧以后 你比较容易修前三项 如果没有这些 没有这个智慧的准备的话 你前面不容易修 好 那光有智慧 但是你没有精进去修也不行 很多人听经文法听了一大堆 但是他有没有实际上去做 他没有 那就是因为他精进波罗蜜不够 所以这个都是一连串下来 那精进之后要忍耐 你非常精进 你可能容易疲倦 那这个容易 可能有时候也会想要偷懒一下 但是你如果说忍耐波罗蜜 我们汉传叫做忍辱波罗蜜 但是我觉得忍辱波罗蜜 它可能意思没有那么圆满 可能忍耐更好 为什么呢 忍辱好像就只是忍耐 忍耐别人对我的侮辱 但是真正的忍辱是 连别人对我的称赞 我也要忍辱 我们稍微修行一下 然后别人赞叹我们 那你修得好啊 那结果呢 我们怎么样 就开始晕了 是不是 那这个忍辱就是忍辱修不够 这个叫忍耐修不够 还有一个是地语波罗蜜 真实波罗蜜 音顺导师把它称为地语 地语的话就是 这个是口业的部分 如果我们这个经常讲真实语 地语的话 就能够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每一句话都很灵验 像我们现在在起雨 我们如果要起雨的话 我们要请有修地语波罗蜜的人来 他一开口那就下雨 那这个就是地语波罗蜜修得够了 就是有这样的功力 还要决意波罗蜜 要决心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这个决心 不然他前面布施三天打鱼 两天赛网 没有这个决心 这个前面很多波罗蜜 即使是修不起来的 那最后有词跟舍 那这个是世无量心的 词无量 那这个舍无量 这个舍也非常重要 很多人修了很多功德 但是被人家 如果比如说是去布施 那结果人家不领情 我们这个叫做什么热脸 怎么样 那个不要讲 很不雅 但是就是我们会觉得说 好心美好抱 那就是很受打击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有修这个舍 这个舍跟第一个布施一样吗 这个不一样 这个舍如果巴黎文叫乌佩卡 乌佩卡是平等心的意思 你对我好 我也这样子 你对我不好 我还是要 我还是这样子 就是平等 一视同仁 那这个是舍波罗蜜 所以呢这个是相依相色的修始波罗蜜的话 我们就能够这个福慧双修 那今天希望能够简单的一个 这个报告 那祝福大家这个福慧双修 发喜充满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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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政则 邮政划播 护明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实协会 画波账号 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205 666 012 001 205 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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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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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6 7 7 7 8 8 9 9 9 5 6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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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7 9 9 1 1 9 9 9 1 1 無謂地附上菩提大道 便讓浩瀚的正法之海 永存人間 令歐瑪里的妹妹點個燈 做個燕貢 要起手我們 慈悲的不擔 這個大寺廟 來加持世界每個角落的重生 特別 有很多動物被殺 有很多小孩子被剁胎 有很多得癌症非常痛苦的人 需要得到佛法的價值 所以這個世界上 所有的金錢合起來 都不如佛法一句教法 一句咒语的重量 所以各位非常非常的幸福 所以如果生在不擔 這樣一個佛法的加持地 也希望能夠把不擔的佛法的力量 持回了不思念世界的一個角落 旋律環繞 莊嚴的 臉時盛響 微額聽力 例如不擔人 對蓮花生大事 那無比的敬仰與寵敬 孤單的法師尊重 為感恩慈悲的海陶法師 以及所有長年發心 參與 臉時盛項 新建功臣的大德們 無間斷的 不持與贊助 以寧瑪派為首的當地僧眾 特別聯合舉辦一場 祈福感恩法會 並進行莊嚴的共存儀式 為壇員們慈悲违向 有情不斷地流轉生死 由於故事以來的愚痴愚知 眾生在不至近的善惡夜中 亦惶惶落 飽受輪迴之路 乃著滿滿的慈禧悲怨 海陶法師率領大眾 廣作詩詩與慈悲焉共 堅持著菩提心 為的就是希望回向整個世界 幫助所有眾生 借願就近離苦得勒 一起步上真絕之路 我們大家的心理體驗 願在世界的每個國家 每個地方 都有尼浩森大師慈悲的教法 願我們把慈悲的心畫著真實的行動 我們希望各般的國教成為世界的國教 國際的國教 也更希望各般能夠培養出更多能夠講中文 能夠講英文 和喪失其他國家的語言到世界去逢訪 這是我們最大的祈願 那是一股希望 是念念與眾生枉結善緣的慈悲心願 菩薩 無論到哪個地方 都願與在地的一切眾生結下菩提善緣 願與每一塊土地做最深刻的連結 沒有停歇 也不會休止 願燈聚成為等同三千大千世界 願燈祝景城虛迷山王 願燈有景城汪洋 此燈之樹 亦展得現於美尊佛前 願此光明消除山由頂以下 不見地獄以上 所有無名之黑暗 願十方諸佛菩薩之淨土 借得賢明清見 高琴法句 擺著諸佛菩薩的五遍大園 光明 將劃破眾生 內心無名的黑暗 祈願 點亮最深處的過熱之光 偏照十方世界 直到永遠 心情 每天 都在慘了 至少 平均 也有 有 在 約 十多 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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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